大家好 我是悠悠 今天是大年三十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也同时感谢朋友们一直对悠悠的支持 特别的感谢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期扬州点子 有个人想看这种歌字了 我们就来分享一期扬州点子 扬州点子是黑白分明 头上有一个点 尾巴是黑的 不是头上有一个黑点 它就叫扬州点子 这个名字不是这样由来的 它的名字由来是 飞到天空中 我们在地面上看上去 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 飞得太高 所以说命名为扬州点子 有很多地方的高飞鸽系列 都是不一样的 都有各种各样的雨色 特别的漂亮 也有很多高飞鸽平走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有的歌也就说它的尾巴特别的散 它在空中翱翔 我听本地歌有讲的话 都能翱翔到四至五个小时 这个我也没有证实过 之前有开家开过一队 最后飞丢了 其实我对这个观场歌开家 是很失望的 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小幼崽 这两个鸽子跟我有一年多了 我养鸽 没有两个月的时候 它们两个来的 我第一队养的鸽子是铁牛 第二队就是它们了 朋友们 你们看到这个小鸽子的翅膀 是属于外翻的那一种 特别的明显 这一种也不是残疾 有的歌有说 这种鸽子是残疾鸽吗 不是的 如果要是两只鸽子 都出壳 都能长大的话 它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因为啥 它两只鸽子有相互依靠 这种外翻的 翅膀 就不会形成 只有单只 会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扬州点子的这个嘴巴 是阴阳嘴 下面是玉嘴 上面是黑的 也特别的好玩 就像太极一样的 黑白飞明 好了 不打扰他们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喜欢扬州点子的朋友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一起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朋友们再见